滿地細碎玻璃 抬頭一看大樓的第六層 窗戶整排不見了 還看得到燒成焦黑的柱子外露 俄羅斯的莫斯科 星期天一早遭遇三架 疑似從烏克蘭來的無人機襲擊 還讓當地機場一度關閉 基摩斯科市中心獄襲後 這次換蛋白區遭殃 不過俄軍最近幾天 也對著烏克蘭各地猛烘 不只打地孽波羅 連東南部炸波羅热和北部蘇梅都有被轟 造成平民不幸死亡 幾波空襲恐怕是想阻止烏克蘭反攻 架在皮卡車上的機動火箭炮 使烏克蘭這幾個星期反攻力氣 克里米亞二軍彈藥庫深夜爆炸 可能也在反攻計畫內 烏克蘭奪回部分土地 雖然比起整個惡戰區只是一小部分 但反攻持續進行中烏克蘭還沒放棄 TVBS新聞 眾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